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一名三餐全外食的男童,7岁时体重已经50公斤,如今14岁更是狂标志90公斤,并且有第二型糖尿病。 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治医师杨嘉凤表示,门诊中10至18岁达到120公斤的患者不在少数,呼吁重视儿童肥胖问题因减重药物现成人使用,只能从饮食、睡眠、运动着手。 杨嘉凤指出,过去40年来,全球儿童肥胖增加10倍,有1亿2400万名孩童过胖,其中台湾学童平均每10人有3人过种比率为亚洲之官。 杨嘉凤认为,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,甚至容易遭受歧视、霸凌,导致身心理都被影响,推估国内超伤,手摇引电灵力,寒糖食物取得过于方便,是造成儿童过重的主因。 杨嘉凤解释,高寒糖食物会刺激体内一导素冲高,因此就算已经吃东西,也会在一导素处于高点的情形下,造成愈吃愈饿。 结果吃不停,由于减重药物现成人使用,儿童过重只能借由饮食、睡眠、运动改善,必须更注意。 若是成人过重行情严重,则可经由减虫手术辅助治疗。 台北荣总今日发表成功案例,现年21岁的李小姐,19岁时体重最高达到110公斤,尝试各种方法均未能减重。 但2015年初接受胃缩小手术后,如今减至78公斤,其父亲看到女儿成。 果也于2015年底接受胃缩小手术,顺利从122公斤降至90公斤。 妇女两人共减下超过60公斤。